我对这辆车蛮连旧的 因为我开了很多辆车 我也换了很多辆车 然后基本上我这辈子买了60辆车 然后今天整天都是拍这辆车的广告 所以那个主角是辆车 然后今天我就来跟BF合作 就是Fischer's他的车 然后今天找我做属于一部分的代言 他的X5 所以这辆车真的很特别 然后那个影片出来我觉得应该是很吸引的 因为当我讲车的时候 是很兴奋的很好玩的 所以等下你会看到 在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 它能带动它那种 它里面的功能是怎样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SUV跟SAV有差别的 我刚刚才知道 SUV是应该是多用途的一个 一辆SUV车 现在的SUV是多功能的SUV车 在那个差别在哪里 现在要拍一个shot 就是要去拍到整个车的一个 然后感觉在走动的时候 所以对 有一点危险 但是这个是导演的要求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shot 是大概这样拍的 等一下你可以拍过去给他们看 有时候我觉得出来的影片 我也是很很很很期待 而且很很想在意那个出来的那个效果 可以讲好玩 也是可以讲很体会 就算是拍得我帅吗 OK 我们要开始了 所以每一个做每一个活动的话 我在忙在很勤奋的做 包括现在就算做这个广告 也是会给我带动做一些认知啊 一些感受啊 一些感想啊 都会不一样的 我一直会 会有一些敏感度 对一些 感觉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来讲 我在我人生里面 我会体验现在人事物的嘛 当你体验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你在人事里面 你怎样去做得更好 你怎样体会到人生的价值 你怎样做到 令到别人在看你的时候 你是可以一直搬的 那种感觉 所以今天去Friture这辆车 也是我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然后骑得接下来的话 我希望可以Friture不一样的东西 包括除了车以外 还有其他的产品 还有其他的品牌 这个是我想推访到的 所以希望给到大家更多的value 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更多 OK 其实在每一个环节里面 我都会做足它 这个是当然过程里面是辛苦 麻烦 难 全部东西的 尤其是在你讲话 可能在你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你要的一些beauty shots 全部东西都会的 不过真的真的期待 那个影片出来 也希望这个效果在那边 谢谢咯